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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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把三个视图画在一张图纸上 可将正面保持不动 把水平面向下翻转90度 侧面向右翻转90度 这样便得到了在同一平面的三视图 展开后的三视图 必须是以主视图为准 辅视图在主视图的正下方 左视图在主视图的正右方 三视图之间的投影规律 如果把物体左右方向的度量尺寸称为长 上下方向的度量尺寸称为高 前后方向的度量尺寸称为宽 如图所示 主视图反映了物体的长和高 辅视图反映了物体的长和宽 三视图之间的投影规律为 主视图和辅视图 长对正 指长相等 并且两视图必须对正 主视图和左视图 高平级 指高相等 并且两视图必须平齐 辅视图和左视图 宽相等 指两视图的宽相等 直线的投影特性 平面立体上的直线可能平行 或垂直于某个投影面 这时称此直线为特殊位置直线 当直线倾斜于所有投影面时 则称此直线为一般位置直线 直线平行与水平面为水平线 平行与正面为正平线 平行与侧面为侧平线 平行与投影面 平行与投影面的直线在该投影面上反映时长 在其余两个投影面上的投影为水平线段或竖直线段 直线垂直于水平面为轻垂线 垂直于正面为正垂线 垂直于侧面为侧垂线 垂直于投影面的直线 在该面上的投影积聚成一点 而在其余两面上的投影竖直线或水平线 而且反映时长 平面的投影特性 如果平面垂直于投影面 平面在该投影面上的投影积聚成一直线 而其余的两投影缩小成类似型 如果平面平行于投影面 则在该面上的投影反映时形 其余两个投影积聚成直线 对于一般位置平面 既不平行又不垂直于任何一个投影面 它们三个投影面小于实形 极为类似型 了解和掌握立体上线面的投影特性 有利于看图和画图能力的提高 简单旋转体的三式图 由旋转面围成的立体称为旋转体 如圆柱体、圆锥体、球体等为比较简单的旋转体 旋转面是由一动线绕一定线旋转一周而成 动线称为母线 可以为直线 也可以为曲线 定线也称为轴线 母线在旋转体上的任意位置称为速线 由旋转体的形成可知 母线上各点的旋转轨迹都是圆 板金弓在下料或对构建的图样展开时 要遇到一些几何做图的基本方法问题 这些方法必须掌握 将线段分成若干等份 如图所示 将已知线段分成五等份 做图步骤 一、先根据尺寸按时长画出已知线段AB 二、过A点做任意直线AC 在AC上用分规去五等长线段得出五点 如图所示 三、连接五、B两点 如图所示 四、分别过一、二、三、四点 做五B线的平行线与AB相交 其交点及等分AB的等份点 同理 按上述做法可以将直线分成任意等份 正多边形的画法 正六边形的画法 做图步骤 一、以正六边形边长尺寸为半径做圆 二、用分规去该圆半径长度 在圆周上分取六等份 三、依次连接各等分点 即为正六边形 正五边形的画法 做图步骤 一、先画一个圆 再画出与X轴、Y轴方向一致的直径 标注好 一、B、C、D各点 二、评分OB得P点 并以P为圆星 PC为半径 画圆弧交AB与H点 三、以CH为边长 在圆周上取E、F等五点 四、依次连接五点 即正五边形 椭圆的画法 以至椭圆的长轴、D和短轴、D 画该椭圆 做图步骤 一、做两同心圆 大圆直径等于D 小圆直径等于D 过圆星 做放射线与两圆相交 把两圆分成若干等份 如图所示 将两圆分为12等份 二、从大圆与各放射线的焦点 做竖直线 和从小圆 和从小圆以各放射线的焦点 做水平线 分别交于1、2、3、4等点 即为椭圆上的点 用曲线板 圆滑的连接各点 极为椭圆 如图所示 板金工的大量工作 是对构建的表面展开 把构建的立体表面 按实际形状和大小 依次摊平在一个平面上 称为立体表面的展开 展开后获得的平面图形 称为构建的展开图 放样图和断面图 放样图 下料的第一步工序 就是放样 放样又称为放大样 依照施工图的要求 或构建的立体形状 按正投影原理 把构建图样 画到纸板或钢板上 这个图称为放样图 画放样图的过程 就叫做放样 如图所示 为一圆锥管接头的放样图 断面图 反映构建口端切口实际形状 和大小的大小的图形 叫端口断面图 简称断面图 断面图是放样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整个下料过程中 在整个下料过程中起着重要的 甚至关键的作用 如图所示 用一个与圆管轴线垂直的切面 Q 结切形体 获得一圆形切口 将该圆随切面Q 向离开形体的方向转动 一直转动到圆形切口 能反映实行为止 这样就形成了断面图 做展开图的基本方法 平行线展开法 平行线展开法 一般用于圆柱形 棱柱形等构建的展开 下面通过举例 说明平行线展开的具体方法 例一 求做如图所示 正六棱柱棱面的展开图 第四棱柱形 正圆柱面的展开图 正圆柱面的展开图 更换投影面法 求一般位置直线的时长 如图所示 如果用一个新的投影面V1 代替V面 并使投影面V1面 即平行于直线AB 又垂直于H面 则AB 则AB在新投影面的投影 A一拼一 B一拼一 反应直线AB的时长 做图步骤 1.画新投影轴O1X1 使O1X1平行于AB 在水平面挨起的投影AB 从而确定新投影面的位置 2.过AB两点 做O1X1的垂线 交新投影轴O1X1 于AX1和BX1两点 3.在AAX1和BBX1的延长线上 截取AX1等于AX1A一拼一 AX1A一拼 AX1A一拼 AX1B一拼一 AX1A一拼一 AX1A一拼一 即为AB线段的时长 三角形展开方法 在工程中常遇到这样的一类板筋构建 形体表面由平面和柱面 锥面等一类可展曲面组合而成 如图所示为一个天原地方的构建 可以看成由四个圆锥体的部分表面 和四个平面三角形组合而成 对于这一类构建 采用三角形法做展开图 则简便一形 三角形展开法的原理是 做展开图前 把形体表面分割成若干个小三角形 然后把这些小三角形 能按原先的左右相符位置和顺序 一个一个的铺平开来 这样构建的形体表面就被展开了 板后处理 任何构建的板料都有一定厚度 板的厚度对构建的尺寸和形状 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必须采取一些措施 以消除板后对构建的尺寸和开头的影响 称为板后处理 自然板材的厚度越厚 对构建的尺寸和形状的影响也就越大 对于薄板 当板的厚度小于或等于1.5毫米时 可以忽略板后的影响 即不做板后处理 根据构建形状的不同 进行板后处理 构建的断面形状为曲线形实 下料的展开长度应以中心斩的展开长度为准 这是因为当板料弯曲时 里皮瘦的压缩 外皮瘦的拉伸 它们都改变了原来的长度 而只有板后的中心层长度不变 如图所示 婴儿在放样时 只要画出中镜即可 断面为折性形状的构建的板后处理 如图所示 断面为方形的直管 由于板料在拐角处发生极具弯折 婴儿里皮长度变化不大 但板后的中心层和外皮 都发生了较大的长度变化 所以 呈折性形断面的构建的展开长度 应以里皮的展开长度为准 锥形构建和具有倾斜表面的构建的板后处理 如图所示 为一锥形构建 因侧表面具有倾斜度 因此 上下口边缘也不是平的 在上口和下口均具有 里皮低 外皮高的特点 这时 放样图的高度挨取 应取上下口板后中心处的垂直距离 如果板并不厚 可不必进行板后处理 直接取正面视图上下边线的高度即可 把后处理的基本原则 把后处理的一般原则可以总结为 如下四点